205 年度作家李歐凡我不是公共知識分子 2015年7月10日L016-039萬外援篇案 香港書展繼去年選出之名小雪加董啟張任年度作家後 今年獲此榮銜的市國際之名學者卻扎跟香港的全方位作家李歐凡 早前,香港貿易發展局在香港書展官方網頁 放了一段年度作家的介紹短片 李教授自比為多元主義者 早上是文化工作者 下午是學者 晚上是業員愛好者 結合三個世界於一身 歐凡擁有多元身份 他最喜歡的標籤是人民學者 這也是他的研究專長 最關注全球化環境下 人民精神的傳承 但說他是公共知識分子 則不敢苟同 這個字好冬聽 是大約十多年前大陸有兩本書帶出來的 在香港不用這個字 現在中國大陸也不能用有些公共知識分子 是做公關 公共和公關 只差一字 笑 我是學者出身 讀過思想史 知識分子是思想層面的 中國大陸現在也流行競選之名人士 這是媒體對文化的影響 擺嚴肅的學者 變成一個商業行為 四十載香港情願有年輕的讀者以為李歐凡是學者多於作家 事實上 李歐凡的著作達四十多本 不止嚴肅著作 還有小說 散民和大眾文化評論 由張愛玲 西洋音樂 電影 他和太太的愛情雜記 內容廣泛 一九九九年出版 寫三十年代上海文化的英文著作上海摩登 引起內地讀者的注意 後翻譯成中文 還有一本寫香港的英文作品 Musings, Reading Hong Kong, China and the World,李歐凡生於河南 在台大外文系和哈佛大學念書 和香港結緣 始於一九七零年秋到中文大學任舊 立即喜歡上者華洋雜柱 充滿異國情調 充滿矛盾的東方之珠 之後他旅居美國 任職於普林斯頓、斯加哥及哈佛等多間名校 2004年和第二任太太李子玉定居香港 現在是中大的人文學科教授 李歐凡一直在他的康政角落做學問 寫文章 獲選惠年度作家後 生活瞬間起了點波濤 過往類似的經驗 是2004年他認邀於港大和周星馳對談 當學者遇上電影巨星 拼發的火花令媒體觸目 後來兩人疑似到內地的大學對談 同樣受到注目 近年多次到中港台主持演講 三地讀者和公眾開闊了他的視野 內地的反應最熱烈 思想也較有深度 香港的也愛法文 但多是內地人 台灣讀者最尊重學者 但少了點充斥力 可能台灣生活較安逸 淡薄低調的民人素養你勾凡有選擇 素來不投資不買樓 最抗拒駕駛汽車破壞環境和人際交流 樂於和太太窩居在寧靜的國度逢長分 G 文章 指示 在香港 雖然他喜歡者而的混雜多元 但想當個安分的作家卻是奢侈的事 因為作家是孤獨的 無論小說家、詩人 寫的東西對文化、社會有很大影響力 但是寫的書和小說和個人分開 現在作家和作品變成一體 作家比作品更重要 過去十天 他深刻體會 當成為一個媒體人物後帶來的苦惱 他六月下巡光和太太到歐洲旅遊 探朋友 礦書店 讀深愛的德文書籍 返港十天 連日接受媒體鋪天蓋地的訪問 有兩次環繞十多個記者的集體訪問 對於年過七巡 慣於平靜的李歐凡 不能不說是一趟意外的衝擊 最近活在媒體的美光當下 令他幾苦惱 有多了深刻的觀察 香港是一個媒體的社會 我是一個公共人物 就是做公關 我最不喜歡做姐姐 都沒時間做學問 寫文章了 他蓋嘆 這個公關事情 代價太大 謀法局發邀請信涵給他時 他第一個念頭便是遠距邀請 福涵寫道一半 覺得不好意思 加上聽了太太說作為香港人 因為香港做點事 於是順便沒有寄出去 接受了年度作家的邀請 成為年度作家 進一步走進公眾視野 除了有人以為他只是學者 更有以為他不是香港人 早前在媒體訪問中 就被要求出示身份證以證他的港人身份 令人提笑街 追夢 沒有其限 雖然 李歐凡一直默默地實踐在香港過來地生活 但他同時亦自認是個反叛的人 76歲 他和同輩的人相比 人家都退休享福去 他還不想退下來 因為在大學教書 令他覺得個人生命對學生有意義 他前兩年還在中大慶典小事牛都當指揮 所選樂章是獅子山下 有對歌曲號不熟悉到滲入心皮 李歐凡以身為香港人自豪 從他對音樂的熱情 可知他從沒有放棄過追夢 年少時在南京中央大學音樂 是學指揮和鋼琴的雙親 人家中已有三人學音樂 反對李歐凡當指揮家 怕難找生計 他才走上學術之路 但他仍把文化藝術者業餘興趣 發揚光大 他有敢付親當音樂家時 予以的壓抑 因此最反對為人父母的強迫子女服從他們 他曾替一個本來修讀財經的年青人社推薦信 推薦他去歐洲念文學 後來該年青人獲獎學今 現在在茂尼克研究文學 無論是學者、作家那個身份 李歐凡一直關心人民精神的傳承 這才是作為一個人的價值 他和太太的晚年生活 也體現了一個文化人淡薄自馳的人生態度 作家是孤獨的 無論小說家、詩人、寫的東西對文化 社會有很大影響力 但是寫的書和小說和個人分開 現在 作家和作品變成一體 作家比作品更重要 唱蕭之王半職作家作家模樣體 正如西門吹說話齋 誰說大俠一定要帥仔 半職作家更加無樣體 香港的全職作家不多 而且近年有一現象 唱蕭書榜上多為專業人士的半職作家 他們G.M. 了出版社營運 Textmark, Idol Photocrine, Paul, H.K.E.T.D.B. 受訪者提供Reddit Lucas & Galaxy去年長蕭之王曠俊語 本身是區議員 以至於是文字吸引讀者 增創下新書上架數小事便告受慶須即時再版的佳職 以網站借借卻為基地開拓讀者群的Oma 食譜銷量衝破一萬 另外,說過工作時副業 正即時做人的一填百貨老闆莊偉中 他用iPhone寫成的不開會的CEO出版一個月便佳恩 營銷出新的隨緣亦是連出幾本 更不要說幾年來紅八唱蕭榜的嫌好 以及紀念歌這隻奇葩 再說遠一點 還有早年的金融投資專才 空者、醫生等 他們並不是one hit one wonder 而是持續不耕作品一本值一本 書是個有容乃大的再體 因爲此並非每位讀者都追求文學修養 很多讀者覺得內容有共鳴 或讀了能長知識的 就會願以真金白銀支持 已出了兩本食譜 Norma計劃以後的以季節為主題 旅行是他手羅靚靚食書的好時機 Norma最近再讀Fifty Shades of Chicken Aid Parody in a Cookbook 當你想到頭爆都想不到今晚食物好 翻翻食譜確能幫上一把 食譜是力久不須的書種 由從前大廚教授複雜菜式 到現時最暢銷的簡易菜式 內容和取向或有不同 但讀者群一直有增無減 2012年12月才成立的網站JJCook Facebook至今擁有三十多萬追隨者 主理人朱家營Norma讀愛中菜 以新潮年輕中式食譜為定位 一數中菜由涅蘭煮印象 去年六月出版入日煮食譜 六十度新手都煮得到的簡易菜式 長具成品暢銷書磅 未夠一年 再推出時令常鮮 銷量過萬 比很多傳統文學作品更好賣 中情Food Styling Norma對美學有要求 佳因自小而喜歡處食譜 還要是外國精裝硬皮那種 關於食 有些人喜歡看飲食文化 廚師傳記 食材故事 他及對Food Styling最感興趣 圖片精美很重要 看食譜不止看內容 食譜書本身可以是室內裝飾品之一 像禮物書那類超級漂亮的 Norma會收集整個collection 硬皮書整排放在書架上 靚好多 幾時有見過書架上是放滿 iPad的 始終最愛指本之美講究書籍設計和Food Styling的美學愛 Norma也喜歡上新 上年出了一本食譜後 他老喜歡轉出新意念 今年的時令常鮮系列打算以季度劃分 一年出版四本 集當季時令賽 加插其他主題文章 書的印刷也非常講究 以不反光的書籍印刷 間長頁有指示食材和花位的獨立大箱 作為閱讀 至於步驟商片的排版也有花心絲 將食材zoom and zoom out 大小分割等 看得非常舒服 整本風格設合喜歡小清新和小確幸的讀者 Norma期望是年度最佳食譜 正在讀《烤雞的道陰影》雖然是經營網站 Norma即然還是愛指本食譜 如果喜歡某個菜式 可以拿杏勇 J 廚房煮 實實在在 是一種對食譜書的情意結 網上遊購當期唱消息書外 每次旅行都是他大手入貨的時機 尤其是日本便利店也有不少精緻的月刊和貴刊 看得排版漂亮 設計具特色 相片角度和擺設有巧思的就會入貨 多番食譜也是他的靈感來源 而說過食譜的步驟相似J Mulevet大作的啟發 最近Norma看過一本覺得很賺鬼的食譜 就是Fifty Shades of Chicken Aid Parody in a Cookbook 我們書版一推出也介紹過 從居的角度出發 呈現食材如何與廚師交流 橋段戲仿革雷的五十度陰影 這樣看來 說不定將來會有其他琴觸食譜的美美港版出現 愛情MH作家不讓愛情小說的鄭俊與愛情是另一個歷久不須的唱消書門類 愛情小說 愛情散文 由紅樓夢到張愛靈 譯書的小說散文 如一個係譜 長燒長燒 一脈相承 偏邊 去年出版愛你 若指如初見後急速無起的鄺俊與外 就莫看三位祖師的作品 目前靜N 到從讀譯書興掌危康的衛詩理小說古畫 愛偽嚴血康和伊藤潤二慣於好書一讀再讀的他 吸出的書單永遠是新君王倫 臨行傳記 偽康和與過的小說 以及漫畫海賊王 我也喜歡看火影忍者和伊藤潤二的漫畫 誰說正能量的人一定只看正面的書 鄺俊宇 正即是元朗區區議員 2007年當選連任至今 2012年在網上發表WhatsApp 的最後想車頓V 被網民瘋傳 開心了一陣子 思考了幾個月才決定在網上開展寫作之路 一路發表 支持者一路飆升 中被出版社發掘出書 有比於他同代的愛情小說作家 鄺俊宇 大多數作品都有真人真事做素材 因不斷有人投書到他的facebook分享感受 他會將部分投書寫入文章或故事 並及該讀者過目及獲得同意後才發表 內說 很多讀者讀到自己的經歷都會很感動 這些故事亦造就了不小期 最著名的莫過於為癌病詞細者尋回他的護士天使 寫作 如經營一個電台我書他的facebook像個旗 平台有像個電台 他堅持在下午6點15分發文宇造電台節目 將讀者經歷寫成作品 將流行歌詞寫進文章 此時廣播劇又此流行曲劇長版 內不偉然深受八九十年代的電台文化影響 他最喜愛的歌手是陳伯強 陳伯強的音樂好簡單 但他和他的音樂卻形激了一個時代的文化 鄺俊宇的文字亦簡單無花巧 卻吸引了十二萬多facebook追隨者 dislike他的人會賣他寫的是媽媽是女人 鄺俊宇亦坦然他要說的亦不是什麽驚天動地的大道理 有些事有些道理 我們一直都知但無動於衷 用facebook去講是用一種新的方式去包裝 去告訴大家 就如他身作的書名珍惜要在別離前 誰不知 知而行難 真人真事的奇 平台關於奇跡平台說 其實議員辦事處不斷在上演這些奇 近期例子是 早前有位女士來辦事處求助 說二十年前和丈夫炒了一家後衝出家門 第二天回到家 人去留空 丈夫和兒子走了 片尋不獲 多年來找過房處 醫院 紅十字會大大小小機構查詢都沒結果 最後有朋友建議他找鄺俊宇 我們聯絡房處 房處透過舊住子中找到他今年二十多歲的兒子 兒子聯絡我們 原來離家後一陣子 他父親變過身了有一個作家身份的議員 工作上有優勢嗎? 對方看過你寫的東西 會覺得你應該不是壞人 勉強都算是個好人吧 他說有時致電某些機構 對方看過他的文字 會較願意溝通 將議員和作家兩個身份連結 目前仍在試驗階段 優勢 可能在年底的選舉便會看得端藝 林肯是來的偶像 他的推薦書單長期留了個位置給林肯自傳 一個作家點先傳唱蕭 有導版是其中一項指標 愛你 若至於初見的導版來也流光歐本 內為元朗選區居民出版的社區通訊 善用出書所學 結語唱蕭作家 一直是香港書展的最大話題 今年哪個作家能在香港書展平地一聲裡 你猜猜是誰誰誰 結果往往是出人意表的那誰那誰 人選不如我們所料 有人會以一句香港人閱讀質素低落解困 而拒絕繼續思考 其實不妨想想 書是比想我們想像的寬廣 世界亦比我們想像的多元 讀我們的書唱我們的歌香港是個多元化社會 今年畫展刻意要在嚴肅文學和流行文化間取得平衡 除了邀請多位極具分量的作家出席 李歐帆、龍英台等我們期待的名家外 選有出乎我們意料的英倫才子Lange Barton 書展期間環會在文藝龍舉行詞 《城達爾香港粵語流行歌詞半世紀展覽》 展出首稿、歌詞集獲唱片等珍貴展品 配合專題研討活動 包括邀請跨年代田池人親身細數池海的點滴 西漢者總唱出來的文學的退變 藝龍方面,中華文化漫步展覽 今年以新疆為主題 展出文學作品 結對民族色彩的服飾 樂器和工藝品等 呈現新疆文化 另外,再度舉辦的Cropen Public Forum 請來哲學的偉籍作者 Elaine Day-Barton 愛 還有歷史學家兼作家 Simon Serbic Montefiore 以及著名新聞工作者 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的女兒 Carol Thatcher和讀者分享她們的創作歷程 任理恆林籍 亮光文化 八十八美元香港文學大系之小說卷一 謝曉雄小說卷二 黃念恩 謝曉雄 黃念恩 商務 各美元八十八野火集三十週年紀念版龍英台 天地 一百零八美元龍英台持官歸故里後 曝光和文字亦較以前小 說起來 原來今年雪他的名作野火集三十週年 台灣太陽花學運後 公民意識覺醒 總統大選明年開戰 社會上的議政不斷 出版社特別推出紀念版 隨野火集原文 並加入作者暗語及對當年社會反響的回憶 此外有演講 專訪 有助了解背景和意義 文目附六三篇台灣文化人的評論 音樂雜記李歐凡 牛樽 一百零二美元 左七十美元 由 李歐凡是今年年度作家 出版社推出兩本合集 一本是談音樂的音樂雜記 音樂雜記及交響合集 作者相信 音樂就是日常生活 至少應該成為日常生活得可或缺的一部分 另一本審惠香港文化探成史感情 都市漫遊者及尋惠香港文化合集 李歐凡說過 當代文化的範疇就是都市 對都市文化應該培養一種文化敏感 這種敏感應該是一種理性和感性 思維和形象的混合體 單靠抽象理論或印象觀察都然不足 關於李歐凡的種種文字 正好趁此重溫 尋回香港文化突足間極形畫 文化工房 78美元匆匆那年九夜回 明報 108美元廣東爆局 小黑歌詞一一百小黑 三聯 138美元Canton Probe 是香港流行文化組成的重要元素之一 小黑除了是漫畫家 亦有為多位歌手填詞 本書緝錄小黑過白手詞作 他以文字解說 公開每首詞背後的靈感來源及創作故事 此外 他也會分享每首詞從第一稿 到最後成品當中的創作歷清 以及跟每位音樂人在合作過程中的互動點滴 人生就是流行曲 John Hall 三聯 98美元《讓我躺下韓連山》 七字頭 78美元後 九七香港粵語流行歌詞研究 1&2 朱耀偉 梁偉詩 梁光文化 200美元每套本書是香港流行歌詞研究 七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中期的續篇 並沿用上擲所定定的研究框架 進一步追蹤就是過去十多年間《香港粵語流行歌詞的變化軌》 當中以撤了九七為講述香港流行歌詞善變的分水嶺 回顧了之心次人即出道於一九九七年以前的次人在歌詞創作上的後續發展 風格變化同時亦整理出後九七次人即出道於一九九七年或以後的次人的掘起和風格走向 疏離出九七至今的池塘的變化 這代人的佳國 香港民生影像1950至1970中文略攝影 周佳榮等編著 商務 168美元黑琴之城 九龍城寨的日雨夜 Greg Girard Aan Lambert 中華 468美元我們東北鄉村學得吉子 入月堂 98美元新香港王趙達 四筆像 108美元散灰錄 891代的三絲神朗天 花千樹 80美元看看哪個之離破碎2017一定要得的封面 真有天野不可為之快感 今年書展唯一一本非政治性諷刺漫畫 審視香港大時代之各種荒謬 條罕時局之脫脫怪箱 王趙達繼續以冷眼記錄今年社會的光怪陸來 漫畫有事不用畫公仔畫出場 一機回馬槍先夠快 狠、準 令你回心微笑 雨傘運動史無前例 卻沒有即時換來絲毫實質成果 全身的抗命共同體 為人們帶來極端狀態下的自由體會 相關經驗與老子 巴迪歐 齊澤克和紅直爺的思想結晶相互激盪 為解開一代人的八九情記提供了可能 另一方面 人們也急於還原被打開的歷史缺口 八九記憶成為害怕前行 拖年輕人後退的夢魘與藉口 香港百年變變變劉思潔 新芽 188美元純屬個人意見 此乃今年書展最期待的新書 當年的香港彈起令人眼界大開 之後一系列關於交通工具 車仔檔等主題的作品 每次都有新點子 當中的普集裝置猶豫魔術 讓人話聲連連 難得的是作品有新花招愛 內容更紮實 做到趣味知識兼備 老友嫌疑 正奇怪這段日子沒有作品 原來預備者本身作 以為港兩岸海岸赤陽琴形如L 反映香港歷史變遷 包括熱次世界大戰香港遭受日軍轟炸 颱風溫代襲港 地下鐵路及海底隧道通車 香港回歸 啟德機場變成郵輪碼頭等 十個擴增實景效果Effect 立體呈現具代表性的歷史場景 香港不止是賺食 愛一個地方 可以用頭像特效記錄 展示多年變遷 還原地標面貌 愛一個地方 利用文字細說個人情感 反省自身對社會的付出 愛一個地方 以批判思為點平時事 提出意見 愛一個地方 不是用一個基金去團結 然後翻唱奮鬥香港人 加油地區創新18億人 500人決定700萬人點用18億林子 及結局言論自由行 及98美元足球旺國 戰後初期香港足球李進榮 三聯 88美元那個令人爆粗的爛鬼被雨停 起源又差 多此一舉 唯一好處是 連大家再次看徵區議會的職能 這個政府我們看小一眼都不行 前年政府推出社區重點項目計劃 為18區各預留1億元撥款 支援區議會推行具規模及持續性的項目 然而 各區所得撥款究竟何去何從 本書深入講述每一區區議會審議社區重點項目計劃的過程 和結果 探討得失 砌出香港香港落高迷用戶組 HKLUG 中華148美元墳場新聞證論集 香港的命運稱永詩 百卷 88美元 HKLUG 成立於2007年 由一班自同道合的職目愛好玩家組織 成HKLUG 為非謀利的興趣組織 通過結交落高迷及舉辦不同活動 推動落高職目拼砌創作 例如 九龍城寨 尖沙咀中流等多個香港地標 化身大型3D 職目作品 具細無為的細緻欣賞 深入淺出的拼砌技巧 微型作品製作示範 賦以相關歷史專門介紹 職目角度看香港 真得未試過 男神自戀翻至此業 是否突然雙眼發光男神出書 無謂多講 看 李兒閑斯陸李兒 天地 98美元 超人間失格 月巴士 今日出版 88美元 浪漫月巴今次無看女星 無看舊戲 亦無必你聽這首歌 反而寫了一個長篇故事 一個毫不逆血 只有荒謬的超人故事 有追看月巴文字的 都知道他至少是沙田友 今次故事也是以沙田為背景 主角是一名平凡的十七歲少年 直至偶然遇上太宰治 That's why 算名有人間失格 命運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 必須一提 今次大作有靚到雲的理智達封面 還有黃碧雲木黑版話及詐問到讀 Yeah 十二首歌Middle 青馬 七十八美元在美時 在願我們的幸福鄺俊宇 百卷 八十八美元我都是香港人王忠堯 百卷 八十八美元原文照錄 讓美買的粉絲指指引 我是HowQ 我可以寫些什麼 令人有興趣看 我影什麼商會讓大家願意淘錢出來買呢? 難道我要仿下滑王Dominic 粗機半裸 我再同第十次再生無容易一較高下 到時我不敢肯定我的男神稱號 還能不能補 但如果時攝影集呢? 我想 這本在你眼前看到的 是我想用一個演員的身份 一個HKTV 其中一位抗爭者的身份 一個好朋友的身份 一個兒子乖酸的身份 一個貓母的身份 一個香港人的身份 去看過去這幾年發生過的一些事 讀男 玩得起 男神出書 你都還覺得 看書好悶哦 如果有這種想法 你未免將書想得太狹窄 書本可以試換落子男呢? 讀男 還有讀女主義 無論是竟想放假或放假不知做什麼好 分 有這種想法是行招人妒忌的 一書在手 都可找到靈感 又或 地上 望極走不開的時後 體容機虛 精神上暫憂 尋找隱世景點王家榮 新人才 120美元走在最前向上流必備酒保留偉文 洪出版 100美元劉偉文不單是酒評人 亦是首位Super Tuscan華人洋酒師 多年來酒房不少冷熱悶產酒區 本書分為七部份 包括威士忌 有機酒 新舊世界紅白酒 氣泡酒 啤酒 日本酒等章節 直佛霍X不同酒莊及品酒的經歷 美美到來每個產地的兒童 每種酒的歷史 深入淺出地講解各種酒類知識 同時釐清各種貿誤 助讀者更深入了解酒世界 香港小吃名牌馮家喬 曠子凡 萬里 78美元香港攝一圈流浪攝 萬里 88美元應該不少人爭被流浪攝的大東山美景所珍視 他們的FB 有二萬多追隨者 每一張集天字與地利於一身的絕美相片 都可看得他們對自然的宗愛 書本以分區形式 披露新界東、西貢、新界西、九龍、港島及離島合共三十四個山野地點 其中一些更事人 刊字的悲景 除了出發前的應用知識 以及拍攝風光的基礎技巧 更會詳細介紹登山路況 以及路角 那個位置最適合取景拍攝 適合欣賞風景或拍攝風景的恆山人士閱讀 世界怎麽了? 蠟燭本土 放眼世界 並非單純的喊喊口號 遊戲債風波到一帶一路 生活於地球村 其他地方發生什麽事都會影響你的大小生活 了解全球大趨勢 做個世界公民 再觀照本地的發展路向 更有利於思考什麽才是對香港最好的 全球大變局 中和 全球經典唱笑書大趨勢的作者 約翰奈斯比特夫婦 提出南環經濟大概念 以數據和親身經歷 否則全球變革的趨勢與脈絡 南環經濟大的新興經濟體 已經不再是以西方世界為中心 被壓在底層的次要求完 西方世界霸權現正四面楚歌 全球重心正在東兒 分析下非拉三大板塊 如何能為全球發展注入新動力 帶來新機會 更值得港人注意的是 本書作者指這個新世界將會是城市的天下 所有大城市會是政治、文化與經濟的拆原地 能夠改變國際關係格局 無夢書 你不知道的中國回憶嚴抗態 98美元1967 國際視野的反思沈旭暉主篇 天地 78美元日本流行文化與香港吳毅明 商務 88美元雖然近年韓風盛行 部分 情節能頂的韓劇 以及外貌一樣樣的韓聲 公憲不少觀眾的心 不過說到動漫 小說和打機的影響之心 仍然是日本的軟實力性一籌 《知日報》曲傳吳毅明教授以日本流行文化在香港的在地消費 及文化想像為兩大切入點 疏離近半世紀日本流行文化包括漫畫、動畫、遊戲、電影、電視劇及小說等 傳入香港的歷史及其與本土文化的互動 另一方面 亦展述了日本人眼中的香港文化特色和城市形象 《深韓中樂偉》 《天昌》 原專才有道組在《XX Secret Page》出現之前 出版業一向有專業人士出書 否則只靠職業作家之M 書店展示的書會少一大節 大家看重的 是他們從專業範疇出發的獨有角度解說問題 或是業界的奇聞共賞 未必期望他們的民不曉雕花 如有又誤區 反而是內容取勝 品隨緣 天昌 138美元品是作者在商界打滾的思考不記 個人有品篇解釋如何管理好自己這個蜜頭 管理有品篇是有關職場品德 指出公益權謀的過渡計算往往適得其反 人情細故 基本道德才是從商核心 上流有品篇淺談心態品性 有品牌的市場銷售 轉為報紙的富刊畫事人 隨緣可說是管理自己品牌的成功示範 有以往的產品市場定位和廣告分析文章 轉為更深入探討內在的東西 中國人所說的有品 3萬呎高空上的迷你影院 空姐事件保持阿南海寧 78美元拖著老婆去旅行 曾志華 108美元生命邊緣的守護者 急症醫護最前線香港急症醫學會編著 商務 98美元急症室 是病人到醫院求診或求救的第一防護 這個看此事外界最容易接觸的地方 卻是急症室醫生爭分奪廟處理眾多危病的戰場 除危急病人外 急症室醫生還須要為普通病人看症 但過長的輪候時間有養者堵足染痺 以產生誤解和埋怨的地方 本書從多角度介紹香港急症室內救治 戶外急症、災難事故等工作實況 文字粄押、輕鬆點拔、驅樂文 王冠、78美元減肥、寫字、守続仔 文事值可能針對某一層面的讀者 工具書卻絕對視為所有讀者而設 正如哪個要閱讀經典的文青 就不會面對減肥的煩惱呢? 循一轉實用書推,方知種類之繁之多,常有意外驚喜, 這類書貼近生活,是解決問題的好幫手,60天減50磅理細心, 新人才文化,98美元有介紹減肥書,是,但這本血類史是一個科學減肥實驗計劃, 作者曾任當年香港健美代表隊總教練, 現為外高級港師,因傷患增至218磅,為回復健康體型,替自己度身訂做一個減肥計劃, 利用運動科學的原理,配合飲食控制,兩個月內減掉50磅,傳書以日志形式寫成, 另有每日一專題,包括六十個專題解救減肥液化,如減肥生理學,心理學,科技,運動,飲食,生活,以及減肥者心態等, 有學術背景立論,多一份可信性,尋找幸福的初心 偉情媽媽問,偉情圖,格子文化,六十八美元級孩子五十種幸福生活不思源,突破,七十八美元級巴黎街景刺繡 《職目文化》,一百五十美元老師怕問至彭志銘,次文化堂,七十美元有些人以為彭志銘只寫粗口書, 其實彭志銘對廣東話文化的熱愛比你我更深,否則不會花心血研究,今次針對識寫不識讀和識讀不識解, 再上一堂語文貨,如《國家為何叫社演》,《瀋味網》兩四字點讀呢?光陰似箭,入月如梭的梭是什麽? 夜如即嘲笑,為何不用口字旁的字,如用手字報呢?本土派說什麽什麽?講好廣東話先啦! 新自主時代食譜長年擁有穩定銷量,除光、皮、煎女越來越多,搶播熱潮不減退, 無理由全具視純室內裝飾吧?手機查看食譜方便是方便,但正如JJC的Norma所說, 文字版的食譜有種無可替代的翻閱感,閒事翻者看那,寫下自己的筆記心得和烹調竅門,更能刺激主食靈感,疏食便當吳儀亭, 皇冠,98美元多菜小肉是不少人想奉行但未必如願的飲食法則,可能是鹽吃菜口假, 也可能是掌握不到烹調法,來自台灣的香港傳媒人吳儀亭,生活和大部分香港人一樣匆忙, 卻自有一套飲食哲學,自製純室食便當,並將一道道台灣家鄉風味, 完美轉化成純室食版本,台灣素食者頗多,對純食甚有心得, 薯天險惠口,趁此緩緩口味,清爽長度,善待身體,K-Food, 傳統與Fusion的62度韓式料理Messes,Horse,花千樹, 98美元自家製原美鍋加上蔡柔王,一出版,68美元經典甜品輕鬆做何美寶, 新人才,108美元祖堯廚房,101道吃一口已經掛念的叫你梁祖堯, 148美元梁祖堯出版食譜似乎跟演出舞台劇一樣密集,而且反應不足, 先後推出過不同菜式,兼主持過主食節目,讚寫專欄, 爭的狠愛樂,今年這本食譜繼續包羅萬有,有前菜、主菜, 都大火而分享的派對小吃和甜品,一應俱全,除了本地菜式, 作者自家創作的口味,還有台灣、日本、韓國、秘魯等世界各地的美食, 傳書多達200個小貼士,慷慨分享當中竅門,務求幫助大家下注不失手, 押早將本書版稅收益全數捐贈澳比斯作購盲用途, 買書送機票去開書展的讀者都知道,很多出版社都有買書送贈品, 環保袋是最熱門的,而買食譜送煲和調味料亦很常見,有些責會送護膚品, 小吃和酒扮,有時會多買多送,大家不妨約定朋友齊齊團套,享盡優惠, 今年最大手筆的是萬里出版,送出華航機票和小敬騰演唱會門票, 比書本身的價值還要高耶,入場須知今年既得自備購物袋 今時今日無帶環保袋上街,跟忙了大手機一樣, J.手吳勝勢,數家購物袋徵費,交袋收費,於4月1日起已全面推行, 覆蓋範圍包括展覽,書展亦無例外,大會議說明參展商不可免費派發交袋與顧客, 每個交袋最少收費5個,所以獨擠緊的自備購物袋,支持環保, 兒童天地特別通道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以食方,設於大會堂,稍試休息,享受美食,手拉車代爐沒有大環保袋有大量入貨的話, 考慮即場前往香港貿法局香港設計廊及設計廊攤位,展覽聽衣服 購買手拉車,每個售價為港幣125美元,速遞服務不想自己腰骨團,可選擇由DHL提供的書籍速遞服務, 由專人將書籍送到指定地址,服務台位於G1077,開放時間 7月15至20日上午10時至下午7時,7月21日上午9時至下午5時, 被參觀人士只要集齊五款香港書展紀念印,並出示書展2015門券, 即可於大會堂前廳換取抽獎券參加幸運大抽獎, 贏取iPad II,年度作家李歐凡先生的作品及精美手拉車, 五個紀念印太印柱分別設於展覽聽1A 3B 3F 3G及大會堂前廳, 顛當陪看書今年大會邀請到本地文化創作兩人組貓室為文化7月活動設計1套4款顛當印花貼紙, 參加者可於每場活動展覽除外,收集印花1個,並到書展大會堂前廳換領禮物, 詳情如下,集齊4個,合共3款印花,我獲首推車月報集齊3個,合共2款印花, 可獲特定作家親筆簽名書月本或價值100元以上的書籍月本或指定文具套章 或第25屆香港書展紀念記事本月本集齊兩個,合共2款印花, 可獲得價值100元以下的書籍月本或文具禮品月份集齊一個任何款式印花, 可獲香港麥當勞新地換領禮物,將畫具紀念價值的文藝郎紀念文化夾月 歌獲PacificCoffee買一送一陣圈月將每年書展講座,例必星光閃閃, 今年亦一如以往所有講座需要先在網上登記 歌獲PacificCoffeehookbookforhktdc.com,車線TC,車線Events, ASPEX,CAT等於100元等於2015,另有少量名額公職長排隊入內, 文號,香港書展2015,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詳情hkbookforhktdc.com,查詢 183670日期及時間7月15及16日 3、4上50時至10下午7月17及18日 5、6上50時至12MN7月19及20日 1上50時至10下午7月21日 2上59時至下午5時門票成人25美元 小同10美元,凡以淨價購買7月15或16日 香港書展門票人士,憑完整票尾可於7月17、18或19日 晚上7時後免費進場一次,上午進場優惠票 10美元,中52時前進場適用,不設時限,可逗留至閉館,只限即場發售 成人及小同同價,超級書迷證 80美元,於6月17日至7月14日期間發售 持證者可於書展期間無限次入場,更可使用特別通道進場 折省輪候時間 textman ngoi1fne2k.lucassamgalaxx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